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這段影片呢我們要跟大家講那個課本的二之二 那就是一階的微分方程裡面一種非常容易解的形式 那在開始講這以前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解微分方程的時候呢 我們會碰到微分嘛 那把它解出來的過程中呢就是會用到積分 那所以呢我希望各位 因為現在好像大家在高中已經不學微積分了 都是到大學才學 那照道理就是大家大一的時候才學過嘛 應該印象很深刻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在課程中不免要用到一些微積分的技巧 那也許各位會比較容易忘記的我們會幫大家提醒一下 可是大部分的我們就是假設說你已經知道基本微積分了 那我們就會直接帶過 那如果各位有那方面的問題呢 就趕快回去翻一下微積分課本 不要讓微積分變成影響學習功術的問題啦 因為其實它也只是一個工具嘛 那照道理你有掌握到基本 那你現在在用的時候 如果有點不熟悉 那你回去翻一下你之前微積分課本 應該不會有大問題 那所以這個2.2呢 我們要講的是separable equations 那separable equation 的定義呢 就是這樣 它指的是呢 記得我們這裡講的是一階的回分方程 所以是說 a first order 如果這個 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這樣子的形式 e y 除以 dx 當於 g 的 x 跟 h 的 y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形式呢 我們就講說 那當然你真正看到它會是不一樣的樣子 比如它可以把 dx 乘過來 把 h 的 y 移過來 或者是不同的移項嘛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這種叫做separable 然後還有它在解上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呢 所謂的 separable指的就是 我可以把 x 跟 y 的部分把它分開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我們把它移向一下 可以把它變成是 h 的 y 會等於 g 的 x 的 x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在等號的兩邊 把跟 x 有關的函數 跟 y 有關的函數 跟 x 有關的函數 跟 x 有關的函數 可以把它分開 那記得我們的目的 是要解為分方程 可是我們如果可以把它分開的話 那表示我們要解它的時候 我只要兩邊各自去積分就好 那意思就是 我可以把 等式的兩邊同時積分 所以假設我把這個 h 的積分算出來了 我把它叫做 大 h 的 y 然後等號的右邊呢 我把這個積分算出來了 我把它叫做 大 g 的 x 那我就把這個分方程解出來 那記得就是說積分以後呢 我們還會有一個未定的 常數 一個位置的常數 c 沒關係 因為你就是知道說 我把這個 c 微分 微掉以後也變成0嘛 所以那個 在那邊沒有關係 那因此就是說 這種 separable equation 因為你可以把 x 跟 y 的函數分開 那因此你可以兩邊 就是等號的兩邊 分別 一邊對 x 一邊對 y 積分 那如果你會算這個積分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 微分方程式解出來 那同樣的就是說 這個看起來如果比較抽象的話 我們直接舉一個例子 那就會很明白了 假設有一個微分方程長這樣 那我們仔細一看就是說 雖然它這個形式 你直接把這個移過來 那 y 跟 x 還是混在一起 可是呢 事實上它其實是符合剛剛 我們寫下來的那個形式的 那你如果移向移的好的話 可以把它變成這樣子 可以把它變成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說 它是一個 separable 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麼我們就把它兩邊都積分吧 那 y 分之一對 y 的積分 相信大家在微積分都知道 它會是 log y 的絕對值 那同樣的 1 加 x 分之 1 對 x 的積分 是 log 1 加 x 的絕對值 然後同樣的就是積分完以後 會有一個常數 那當然我們的目的呢 是想要把它寫出說 y 是怎麼樣的 x 的函數 所以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再整理一下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兩邊同時 就是做 exponential 所以我就會得到 它會是 y 等於 的 exponential log 1 加 x x 乘上 x 就是我兩邊同時 exponential 然後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 exponential 這整個東西 可以把它拆開成這兩部分 那你會說 本來這裡有絕對值啊 為什麼 到這裡沒有絕對值 因為我兩邊都有絕對值嘛 然後呢 比如說這絕對值 就只是正負而已 那我可以把那個正負 把它包到這個未定的係數 反正沒關係 那因此呢 我們知道說 exponential log 1加 x 的絕對值 其實就會是 1加 x 的絕對值 從上 exponential c 那為了我們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 沒有寫清楚 就是說我先把這個c叫 c1 好了 沒有關係嘛 反正我們把它叫什麼 就是這個積分下來的常數叫什麼 都沒有關係 然後呢 這個我們把它叫 c1 然後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絕對值 我們如果要把它拆開的話 我可以把它寫成正負 1加 x 然後 exponential c1 然後如果我再把這個正負呢 跟這個 exponential c1 去把它合在一起 反正就是任意的常數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寫成c 乘上1加 x 所以呢 我們就解出來 就是說 這個微分方程的解 其實是 y等於c乘上1加 x 那你可以試著把它帶回去 原來的微分方程 看看有沒有符合 那就是說 這個 separable equation 它的特性就是 就是我可以把 就是 y的函數 跟 x 函數 分開成兩邊 然後我們各自把它 一邊對 y 積分 一邊對 x 積分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解 解出來了 所以很直覺 那我們會再多舉幾個例子 讓大家看看 可是基本的方法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剩下的其實是在算微積分 所以就是 如果你的微積分 就是比較不熟悉的話 那趕快去熟悉一下 所以下一個例子 喔 這是一個 initial value problem 就是說它會告訴你說 在 就是 x 等於某個值的時候 我的 解要等於-3 就是 x 等於4的時候 我的解必須要等於-3 比如說我先把這個解解出來 y of x 解出來以後 然後我還要去滿足 這個 initial condition 那也就是表示說呢 我們會把那個未定的係數 c 會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移向一下 它就會變成 y of y y of y y of y 負 x dx 所以我們又把 x 跟 y 分開了 同樣很簡單 積分 於是呢 積分出來 就會得到是 y of y 平方 會等於-2分之 x 平方 加 c 1 然後呢 我們還可以把它再整理一下 叫做 x 平方 加 y 平方 等於 2 c 1 我還可以把 2 c 1 重新叫做 c 平方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原來它的解 就是說 x 平方 加 y 平方 等於 c 平方的解呢 反正 c 的值可以一直變 可是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以前的數學 你有學過 x 平方 加 y 平方 等於 c 平方 它其實畫的就是 一個一個的圓滿 然後半徑會是 c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所謂的 family of concentric circles 同心圓滿 就是根據 根據你的那個 c 的值 不管是多少 反正它原心會是再零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的同心圓 所以這些同心圓呢 都可以滿足這個微分方程式 我們就把它解出來了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要求的是 我們要滿足這一個條件 就是 c 平方 應該要等於 我就把 這個是 x 這個是 y 所以我要 就是要把它帶進來 會等於 4 的平方 加 負 3 也就是這個條件告訴我們說 你的同心圓的半徑是多少 是 25 嗎 所以我們解出來是 x 平方加 y 平方 direction field 就是 2 之 1 跟大家講 事實上就是說 你可以在 x y 平面上 然後隨便一個點 比如說在 1 1 這個點 你就可以把它帶進去 你就會知道在 1 1 這個點 切線的斜率 是負 1 馬 然後我們就以負 1 為斜率 畫一個小切線 然後在 2 2 這個點呢 它的斜率是 一樣也是負 1 馬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畫 就是說這裡 y 等於 0 馬 所以它的斜率是無窮最 對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用 direction field 去畫出來的話 你也會發現說 事實上我們 如果把 direction field 畫出來 的話 你也會發現說 它的 solution curve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同心圓 所以就是我們沒有真的 把這個解出來 我們也可以把它的 solution curve 畫出來 那你自然而然就會發現說 它是同心圓 因為這個 dy 除以 dx 就是告訴你說 在 solution curve 上的 每一個點是前線的斜率 你知道了斜率 你就畫一個小切線 然後這樣畫畫畫畫畫 你也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我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也是 separable equation 那特別會舉一下 那刻本裡一大堆例子 那只是這個說 啊我們 會用到 微積分裡的分佈積分 那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的話 那就是 我們簡單的幫大家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的重點不在微積分裡 是假設你應該都要會了 就像這種看起來有點複雜 那不過呢 尤其是一階的 然後你看起來就會有點複雜 大部分都會 即使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會發現它是 separable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把它稍微的移向 整理一下 這個是條件 分開 所以我們會得到說 你就是把歪的都收集起來 所以就是x跟y的函數都分開了 那這個把它除下去 你就會得到 exp y-y-dy 然後三角函數 大家應該知道 sin2x等於2倍sinx 所以cosx就不見了 跟下面的燈母不約掉 所以會是2倍的sinx dx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積分 所以sin的積分 大家應該沒有問題嘛 我們知道 積出來會是-cos 然後現在比較麻煩的是這個積分 那其實比較麻煩的只有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另外的把它寫在旁邊好了 所以-y乘上-y-dy 這個積分 那當然exp y 對y的積分 就是exp y 這個沒有什麼 那稍微比較麻煩的是這一項 那因此呢 我們知道說分部積分 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就是 u d 它的積分 會是 u v 減掉 v u 是這樣 我不知道 至少我們小時候學是 是這樣子 這個虛積分 那你就是說自己去把它辨認出來 你把什麼叫什麼 比如說呢 如果你把 這個 叫做 u 然後這個 你把你的 u 叫做 y 然後 v 叫做 負 負 負y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假設說u是y 然後dv 就會是等於 dv d y 所以我們先把v對y為分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 他是 -y 為分拉下來跟這個不見 所以就會是 exp-y 所以因此呢 我的dv 就會等於 exp-y 因此我們就可以 把它跟原來的式子對上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u 帶進去 然後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我們的dv 那所以 這個是我們的u 這個是我們的dv 我不知道大家為基分是怎麼幾 反正我們小時候是這樣學的吧 大概大同小異啦 大家用符號還是 走的方法會不太一樣 可是呢 反正我們可以套這個結果嘛 所以它會等於 -uv v 所以也就是-y 乘上 -exp-y 然後 減掉 那個 vdu 的積分 所以我們知道v 是-exp-y 然後呢 因為 du 是等於dy 所以這個積分 我們會做 這個就直接乘出來 所以會等於 y乘上 exp-y 加上 反正這個積分 反正這個積分我們也會做 exp-y -exp-y 就記得外面這裡還有一個負號 然後這個積分 然後這裡有負號 所以弄一弄 會跟這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結果 帶回來這裡 所以會有很多項 這樣 因此 我們就知道這個積分會是 exp-y 然後 加上我們 這一個 就是這一整項積分的結果 這整項積分的結果 是我們綠色的東西啦 就是說為積分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匯為積分 我在這裡寫為積分不重要 因為你照到底已經要匯了 所以就是我們順利的把兩邊都積分出來 以後 我們會得到 這樣子的結果 因此 我們再把 initial condition 帶進去 就是x等於0 y等於0 要符合這個式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c求出來了 所以我把x等於0 y等於0 帶進去的話 exp-0 是1 然後 y等於0 所以這個會是0 然後exp-0 也是1 然後x等於0 然後x等於0 所以我們知道 cos 0是1 所以這會是-2 加c 所以我們就把c等於4 找出來 因此我們就把這個問題解出來 我們就是把這個整理一下 然後就知道說 它會是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然後c等於4 然後我們在這裡特別講這個例子 只是要幫大家 回憶一下 你如果回去翻你的微積分課本 這個叫integration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回憶一下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2-2的內容 在下一段影片我們就要跟大家講2-3 2-3要講的是linear equation 那那個還蠻 蠻重要的 然後還稍微長一點 不過就是請大家先把前面的東西搞懂 然後你會發現說其實雖然我們只到2-2而已 如果是以課本來說的話 瞬間也已經 我老片也已經50頁了 所以你如果影片看到這裡 然後書一頁都還沒看的話 那就趕快去看書吧 那就掰掰了 我們下次見